伊斯兰教今年的斋戒月随着新冠疫情趋缓 各国今年也首度全面取消了防疫的限制 阿尔及利亚的一座清真寺主持斋戒月祈祷的伊玛木 在唱诵的时候有一只猫咪突然跳到他身上玩耍 但伊玛木始终面不改色 这段逗趣十足的影片在网路上爆红 阿尔及利亚一座清真寺中主持斋戒月祈祷的伊玛木 神情庄严唱诵这时候身旁却出现一名不速之客 一只猫咪突然跳到伊玛木身上 接着一路爬到肩膀还偷清他的脸颊 虽然伊玛木面不改色继续唱诵 但有信众忍不住分心不断偷看这只抢戏的猫咪 过了30秒钟左右猫咪才从伊玛木身上跳下来 这段逗趣十足的影片更在网路上爆红 目前正值伊斯兰教的斋戒月 卖家的天房挤满数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穆斯林 进入后疫情时代防疫措施首度全面松绑 各地的穆斯林白天进入清真寺礼拜 傍晚在户外一同享用开斋饭 可以说是回到疫情前的盛况 虽然全球通膨危机持续延烧 食材价格高涨 但各界捐赠的饭菜源源不觉涌入 人间处处有温情 零诱镬编译 邮诱本人